昨天嘉义县新港乡发生了规模5.5的地震 今天嘉义县总共有时效回报灾损 其中太保市 南兴国小 有十几间教室以及活动中心轻钢架掉落及变形 建物外墙瓷砖剥落 电梯玻璃破裂等 所幸没有造成失身的受伤 而目前学校还在进行清查还有估算 修复金额 今天有的整个掉下来 校长指着教室的天花板 轻钢架被地震震掉了好几块 不仅如此 电梯里的玻璃也同样被震到破裂 而还在铺设PU地板的活动中心更是惨不忍睹 前舞台跟后方看台区 同样也是天花板的清钢架被摇到掉落 直接砸在前方舞台上 所幸并没有学生被砸伤 学生全部都放学 大部分绝大多数老师都离开的时候 发生这样子的一个地震 这一个有垂直跟横向晃动的情况之下 造成有大概十几间教室里面有一些清钢架的一个掉落 5号下午5点半嘉义县新港厂发生规模5.5有感地震 嘉义共十所学校回报有灾损情形 其中太保市南兴国小及新港厂新港国小情况最为严重 南兴国小有十几间教室及活动中心清钢架掉落及变形 还有建屋外场的瓷砖剥落 电梯玻璃也同样有破裂状况 所幸地震发生的时间 学生及老师都已经离开 没有任何人员受伤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记者蔡崇吾嘉义报道